時空探險家 在不同時空穿梭 用橡筋去拯救世界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時空探險家 它是一個利用橡筋玩的收集資源遊戲 將3D的底座放在桌面中 選擇將場景放在底座上面 組好分數軌道 將回合標記和計分標記放回相應位置 將卡牌寫為面前化成為一個牌堆 然後翻開五張牌作備用 回合玩家選擇一隻顏色的橡筋 將能源放在旁邊備用 選擇一位玩家作為起始玩家 起始玩家有四張牌 而第二位玩家就得到五張牌 如此類推 玩家輪流進行回合 在回合中你可以執行兩次行動 而行動也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自行決定行動的項目和次序 第一個行動選擇 你可以選擇拿兩張牌 你可以在選牌區拿兩張 或者是接在牌堆抽兩張 也可以選一張抽一張 手牌是沒有上限的 當選牌區有空缺的時候 就要填補空位 而第二個行動選項 就是你可以擺一條橡筋在遊戲版上 遊戲版上都標示了寶藏和能量符號 當你成功控制到遊戲版上的領土的時候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領土上的資源 打出手牌然後套上橡筋 在套上第一條橡筋的時候 必須套上至少一條最近你的發光柱 由於我剛剛打出的是灰色、藍色和黃色 所以我就可以套住這個位 而中間這個位就成為了我的領土 由於這個領土上面有兩分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兩分 要留意 套像間的形狀是有限制的 在長件紙的左上角有列明 你可以利用哪些形狀去佔領領土 像間的形狀有限制 但方向就沒有限制的 當你套著領土上面有能量符號的時候 這樣你就可以拿回相應數量的能量 除了第一條橡筋之外 之後套的每一條橡筋 都必須要至少有一條已經有你橡筋的支柱 譬如這個黃色支柱這樣 已經有我的橡筋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發展我的領土 當支柱上面已經有你的橡筋 這樣你就可以免費使用這條柱 即是我只需要用到藍色和紅色 就可以佔領到這個領土 如果你想使用的支柱上面 是有其他玩家的橡筋的話 這樣你就要將這個支柱的卡 交給那位玩家 而其餘的卡就照放在器牌堆就可以了 除了探索領地之外 也可以封閉遊戲版上面一些區域 而這一片區域 如果完全被一位玩家的橡筋包圍的時候 那個區域就會被那個玩家封閉了 而那個玩家也可以得到封閉區域裡面的資源 譬如我現在打出這兩張手牌 兩張相同顏色的牌可以作為萬用牌 讓你利用任何一條支柱的 如果在這條支柱上面 已經有其他玩家的橡筋 這樣你就要將這兩張牌 交給其他玩家 或者分別給不同的玩家 除了最基本的兩個行動外 在每個回合裡面 你最多可以執行多一次的額外行動 可以支付三個能源來執行一次額外行動 每個場景的遊戲結束條件 和最終的計分方式都有所不同 那就要參與它左上角的條件和計分方法 以這個場景為例 有其中一位玩家得到18分的話 遊戲就會結束 而第一名可以額外得到8分 第二名可以額外得到6分 遊戲結束的時候 每三分之餘就可以得到1分 得分最高的玩家就成為贏家 如果有平手的情況出現 在平手玩家之中 用得最少最根的人就成為贏家 如果還是平手的話 平手的玩家就共同獲勝了 遊戲還有很多不同的場景卡 還不快和朋友一起來拯救世界?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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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